2018年7月29日,中超第十四轮近乎得比,被经过阿尔的二克屏上海喧花,为是豪气不打进绝评乌龙,随后他情绪激动的对喧花小将朱晨杰进行言语攻击,就在刚刚,上海喧花官方回应,为是豪的这种行为。 不该被纵容,第九十五分钟反击被申花U23小将朱晨杰放倒,起身并对对手示意国骂二后,裁判虽然按照规则朝朱晨杰出示了黄牌,但也对为是豪的过激反应表示了不满,对此,申花措辞严厉的表示,为是豪的举动必须被言成,申花官方法文如下,在昨晚进行的上海绿地申花, 对阵卫定中和国安的中超人赛中,当全场比赛临近结束之时,国安球员为是豪,在我方一次正常的战术犯规后,对我俱乐部位满十八岁的年轻球员朱晨杰进行了恶劣的言语攻击。 朱晨杰的冷静和职业避免了失态的失控,但为是豪的这种行为不该被纵容。 此外,在中国足协大力提倡,提升比赛近时间的形势下,场上多次出现了对手在比分领先情况下故意拖延比赛时间的行为,严重影响到了比赛的流畅进行, 演发了现场熟迷的不满师生,良好的赛峰和流畅的比赛是职业联赛的根基,卧俱乐部将建议不加强对于球员的思想教育,在球场上更好的控制情绪,保持克制,一起为提升中超联赛的观赏性和流畅性而努力。 距离亚运会男足比赛还要不到一个月,作为中国代表队的领军人,物之一,维师豪看来,近期要调整好心态了。